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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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喝 喝不膩 没有它就没有第六季 本节目由天天给肠道加油的 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养乐多了没 三九胃态 舒缓胃痛 胃暖暖的 本节目由舒缓胃痛的 三九胃态 超级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超值好物 逛到嗨 清选为你 随心买的 源自德国百年超市 LD 奥勒齐 赞助播出 奥勒齐 奥勒齐 我是一心想减肥 身体却控制不住 一直在发展的 会长大佐 大家好 太帅了 乱说 发展得不错 大家好 我是想要 说不出口 三二一 大家好 我是想要冷酷耍帅 却又忍不住想要 搞坏的会长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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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 风里雨里 控制不住等你的代班秘书长 李松卫 欢迎 好 欢迎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 因为超超这一次那个有台里的任务 所以暂时要缺席我们本期的一个录制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 特别地欢迎松卫老师的到来 欢迎 欢迎光临 今天呢 松卫老师来呢 其实也跟我们的话题有关系 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松卫老师在心理学上 又比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个见解 所以今天就要麻烦松卫老师了 很期待 还有呢 就是今天我们其实还请到了一位 一日代表来到我们 是谁啊 我要跟大家讲 我之前我问过节目组 节目组说 这一季面试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重点考察对象 是的 后来据说是因为人家工作太忙的关系 不然就坐这了 对不对 要不然谁不在呢 就不说了 好 这下时间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一日代表 广坦 欢迎 来 来 你好 谢谢你 欢迎 欢迎 也是我帅的是 你好 好帅耶 真的帅的舞蹈 你好 法国的 是 你好 这种 我们你好 就喜欢这座努力工作的人 来 首先我们欢迎广坦 请广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 大家好 我叫广坦 所以来自法国 我现在在中国已经十五年 六年 对 时间 你多大了 83了 83年 你83年的 我嫩了呀 现在就变成最老了 对 现在就是顶居在上海 我本身就是个法餐的厨师 法餐的厨师 我要去 有机会可以去 现在主要是做研发 就帮一些连锁餐厅和一些品牌 做新产品的研发 有哪些呢 你跟我们举个例子 你们很有可能吃过我做的东西 是不是 你们不知道的 我比如说做了那些晚在码头 他们更上识的一个 就辣的水晶 你们可以尝一下好吃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公司研发 也是跟德克斯这种 快餐的品牌做新的概念 新的产品 所以你做饭应该很好吃 还行吗 挺好的 谦虚 他连中国人的谦虚他都学会了 长得帅还低调 真的是 所以如果想吃你做的菜 就得去你家 可以去我家 可以去 对 德克斯 去德克斯 德克斯是我研发的 你点它就好了 好 我们要再次地欢迎广坦 希望有机会品尝到你制作的美食 那么接下来时间 今天就进入到今天的 全球文化相对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 就朋友圈的文章 就介绍中国的超级小镇 就是一个小镇 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这个镇上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然后生产同一样东西 但这样东西生产出来的产量 就占到了全球的产量的三分之一 的确我们中国的实力 现在越来越强大了 在国际上拥有了 更多的话语权 那也有很多产品 随着中国的文化输出 拥有了更高的一个附加值 所以现在很多的新国货 也在海外非常非常的火爆 成为各个国家 民众消费的一个潮流 那么今天我们全球文化 相对论要聊的内容就是 世界各国最受欢迎的新国货 哇 先从日本开始 在日本有没有什么流行 中国的新国货 好的 在日本呢 这几年超级超级流行一个 一个妆容 就叫中国美女妆容 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区别 这边是日本美女的妆容 这边是中国美女的妆容 这边是中国美女的妆容 我这边就难看不出来 比较下来的话 日本的美女妆容的话 就是比较软软的 自然的 柔妆的感觉 就是很温柔的感觉 可是呢 中国妆的话很有气场 眼睛有神的 眼睛画得很好 对 还有有立体感 各个部位都强调得很帅很帅很美很美 那种感觉 然后呢 在意思上面 国产的化妆品分散得特别特别多 大家都很喜欢 可是呢 在日本的话 中国化妆品比较很难入手 所以只能去官网啊 或者去找代购啊什么的 既然说了这么多 因为你最近虽然是生活区的UP主啊 但我发现你美妆的视频非常非常的多 对 知道这一方面的市场大 没有 没有 自己喜欢 喜欢画 你今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画一个啊 给谁画 我们找一个工作人员嘛 我也有 你就是那个 他就是那个女鬼 他就是那个女鬼 就是她 普通画最标准的 就是她把我吓坏了 你就是那个女鬼吧 对 撞到头摔倒那个 那些都是你 就是那个摔跤那个 都是你 然后被吸的也是我 对 怎么帮她画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你给她一半画中国 一半画日本 对 然后一会儿让她这样出门 然后在街上走二十分钟 测试一下路人的反应 你先画着 然后呢 我们就一边再继续跟大家来聊 一会儿再看你这个妆容 到底怎么展示 好的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乐 天乐呢 天乐呢 今天非常drama 美国人非常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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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国的书店 昨天不drama吗 在泰国的书店呢 排名十 10 怎么说中文 前十 前十名 都是中文 中国的 中国的什么大姐 中国的小说 是吗 是这个 有什么 比如说 在泰国现在非常非常好 再说一遍 凤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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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后面都写了拼音 凤秋皇 还有什么呢 还有薇薇 薇薇是什么 我有说明的名字叫 微微一笑很 什么赞 很清澈 很清澈 我的意思就是 虽然我们记不住名字 但是那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很喜欢读 OK 因为我们觉得OK 非常浪漫 非常兴奋 然后我们就 也随到了中国的文化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这个够drama吗 当然不够drama 更浪漫的事情就是你看 现在排名 第一的 第一的是什么书 你知道吗 是这个 读出来 魔道祖师 对不对 魔道祖师 对 魔道祖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谭小强 你有什么进步吗 我今天说两个东西 但是现在要说第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 我在中国从来没见过中国人 玩这个东西 但是 我见有人玩过 现在土耳其人疯狂地喜欢玩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们叫 但是现在还在玩吗 解压 那个吗 这个东西一直转 到早上到晚上 他们觉得是他把这个压力 他们身上的压力去掉 转走了 知道吗 所以他们特别特别 就土耳其特别特别流行 而且比较贵 因为有一个没有读书的一个土耳其人 认字都不认字的人 他从土耳其跑来管州 他关草室的时候 他一看到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带过去卖在土耳其 会很好赚钱 然后他直接带过去土耳其 卖 卖的时候他发财了 但是呢 我都觉得不好玩 但是呢 我身边的所有的土耳其朋友 都在转 我每次都跟他们认识 见面的时候就抽血烟 就是喝茶的时候 他们都转 真的 天天转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像什么 这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 转笔一样 对 就是他手上都有个东西 对 对 只不过是责盘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不认字 所以现在是你们的风格 我们的风格 而且他们花很多钱 这个没有太多趣 我跟你们说更优势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你们认识吗 这个好 他们都觉得中国人的美丽 中国人保护年轻的这个状态 都是用这个来的 知道吗 这个东西在网络 就是特别多的YouTuber 很红的不行 KOL 他们都是用这个拍视频 说这种各种各样的好处 就是被看的那个视频的那个率 是特别的高 都有几百万个知道吗 就是特别是美妆播出 那种时尚播出 都是给这个看 小强 这个在土耳其流行吗 这个 看起来有一点可怕 小强你把这个弄到土耳其 这个是内裤吗 比大理石还好卖 是吗 这内裤吗 你快做这个生意 你知道吗 土耳其就是要么就是做第一次做 要么就是不要做 这个有点可怕 长的对吗 长的让他头顶上 脖子 脖子 好帅啊 好帅啊 你这样穿简直 好帅啊 真的 好帅啊 你看这么多人帮你戴 大大哥 你别站起来 好美啊 你这么高 我已经忙了 你绝对会瘦脸 你不要杀掉我吗 我很年轻 好瘦 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带一期 我刚好需要这个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是有些人说它叫瘦脸绷带 就是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带着它 你的脸就不会往下掉 就是你会 提起来了 不会的 不会 难道我的脸一辈子都在掉 对 因为有第十几例啊 现在还在掉 对啊 其实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作用 是在很多人做过一些脸部的一些整容的手术之后 拿它来固定形状 对 你们看长角城上面变了一个人 是不是变漂亮了很多 必须 必须大家可以一直跟我说 你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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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用这个说一下你们看看我这些都 好美啊 真的很好看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边一支賴的进展 一支賴 好了 我已经是最后一部了 最后一部是 稍微加点高光 超别很大 好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是眼线不一样 所以右边基本上就没怎么画的感觉 右脸 对 很自然的 你过来一下吧 你到我们这儿来吧 来 我自己都没有看到 我现在怎么样 你不用看 我们来看就好了 你不用看 左边这个眼妆就要往上挑 其实我告诉你一直来 你下次记住 就是录姐妹的时候 你下手一定要狠 就不能按照日常妆的话 差别要看不出来吗 就是要比平时要中十倍 才能看出很明显的感觉 你先挡到日本那边 然后说 大家好 你好 那边是日本 你好 然后那边 那边 大家好 我叫周韻 这么想哭 周韻已经 周韻已经非常尽力在做效果了 无奈她的妆容没有那么夸张 大家好 我是周韻 大家压缺无声 这些也都不重要 周韻的父母 你们好 周韻上节目了 对 给朋友带来 找我 爸 妈妈好 别来了好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其实你Q个镜你能看到 他这边 中国的这边的妆里面 给他加了很多 对 是吧 要强调一下高 就是立体感高度什么的 好 谢谢一直来 谢谢周韻 谢谢周韻 我怕我太漂亮了 拜拜 我们接下来时间 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 来 小明 前段时间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很受欢迎的 一个说法 限量AJ Supreme 还有什么呢 中国的奶茶 我喜欢 我也特别喜欢 而且在澳大利亚 咖啡一般是三块到四块澳币 然后奶茶呢 整整七块澳币 我的天 太贵了 这个呢 是在心里拍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奶茶店 然后你看看 有这么多人在排队 我怎么看着都像中国人在排队 没有没有没有 跟你说实话 你认真看一下 不仅有中国人 还有白人 还有 就 说实话太多了 每个眼色都有 我们去澳洲的时候 因为奶茶店实在是太多了 反正你走进去 的确中国人也挺多的 大概一半吧 但剩下一半真的都是老外 他们在喝奶茶 除了奶茶以外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视频软件 特别特别受欢迎 它占据澳大利亚热门APP的第一名 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人 大家都喜欢玩 短视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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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人都在拍什么 其实一般来讲呢 最受欢迎的是舞蹈 所以你去墨尔本悉尼看韩腿 在街上你能看到 就很多年轻人在自拍 然后跳舞 有原版视频是吗 不是 就是一个意思 双胞太快他们俩 然后这两个播出 他们在澳大利亚特别受欢迎 已经有几百万个粉丝 所以现在呢 唐大哥 你要跟小强跳是吗 对 那先请你们两个去换一下衣服 对 音乐 1 2 3 有感觉 有感觉 可以喔 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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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很喜欢小强的感觉 这个其实刚刚他讲的那个软件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挺 很红的吧 缅甸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在玩 对啊 对啊 在缅甸最近也很流行这个东西 其实我说实话 这些跳舞的视频什么的 东南亚做的都比全球好 所以我跳了一个视频 我跟我们东南亚伙伴 添了一起可以给你们看的 比较有趣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看一下 这是你们缅甸的是吗 这个很好 来 3 2 1 音乐 音乐 我节奏也不行 这么简单的节奏 你都卡不住了 你 我就是 因为你又要... 你们演一遍 你演一遍 你打了 你打了一下 你看他的节奏不行 他不会 我真的不会 3 2 1 音乐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真的 所以每次入小剧场的时候 有跳舞的 我真的都很怕 对 是啊 我一样 你让我磕磕我可以 可是我真的不可能按照beat 去按beat death 那我没有想到 那见证 还挖掘了一个别人的缺点 而且那个简直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 对啊 来 龚敏昂 对 在阿根廷最红的一个 中国品牌就是小米 对 因为这个小米的性价比特别高 社交网络也是搞了一些表情包 比如说 你这里就是有两个兔子嘛 然后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小 小米看起来比较小 但是你的胡萝卜很大 但是iPhone就看起来很棒 但是你的胡萝卜很小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 比如说 这里是iPhone在这里打架 然后三星在这里打架 然后出了小米出来 把两个都杀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阿根廷进口水很贵 所以比如说你进口一个iPhone 在阿根廷卖的 相当于人民币两万块钱的样子 最新的iPhone 这么贵 很贵很贵很贵 然后小米就可能卖出2500块钱 所以又好又便宜 当然要卖小米 对 然后我弟弟也问我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以前都说魅族 但是谁不说的 一直用着iPhone 谁影响了影响者 这是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 王太 我们在法国也是跟阿根廷就类似的 我们小米也是很红的 然后去年就一家店 现在七家店 七家店 在中国就算很蛮的 但是按照法国的节奏 这个算发展的特别快 特别快 七家店 就像在中国七百家店一样 具体流行什么呢 具体流行的就是一个就滑瓣吃的 滑瓣吃 一个小米的滑瓣吃 就这种呢 看一个法国美国 因为在巴黎还是这个 现在在欧洲很多 对 欧洲岛路到处都 就是这种滑瓣吃的 就像花瓣吃的 这个东西在法国现在很红 就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很方便 我们法国不是像巴黎这种 古老的城市 所有的节路都很窄的 所以很堵持 你就去这个东西 你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就没有堵持这个问题很快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护环境 这个东西我们在法国 现在越来越堪重 这个保护环境的 在法国买一个很普通的自行车 都要比这个东西贵的 你们那卖多少钱 这个在法国现在卖350欧 所以2000多元 真的便宜 那还挺贵的吧 比中国贵吧 比中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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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算很便宜 你玩过吗 我不敢玩 我上个月有个朋友 就手臂固执起这个东西 在法国 在法国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说 还是去自行车 叫弟弟就安全第一 我们准备了这个车 我们是准备了这个车吗 是不是就该让他 历史上最贵的道具 不知道怎么的 光泰 你把他推过来吧 我现在背有点看 天哪 他的腰 别让他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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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这儿走到那儿一分钟 请坐 谁谁这样做 年龄大的就是不一样 我能了解 你住上海对不对 是 先说一个年龄 这个没啥 巴黎会拦打我 这个一下就上手了 这好窄 这太窄了 可以 可以 这个真的还 这个其实巴黎我也扫马玩过 但不是小米 有法国人的感觉了 真的 真的在法国街头玩这个真的很好 对 但你还挺好的 你们落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不行 我玩这种平衡的 我想试 我喜欢看不行的表演 我也想试 你先让他想试一下 来了 我想试一次 但得先助跑 杨迪 你为什么有一种 夹得很紧的感觉 不是 他的设计你又得夹是吧 因为你脚踩的 你看莎莎也夹了 你看 谁做的 还不夹吗 慢点 你慢点 你小心 小心 这很窄 这很窄 可以啊 这还可以 这还可以 这个也可以站得起 就是站 站得也能 站得也可以 想不想买这个 挺好的 我也想买 我也想买 我们用法国的价卖给你 350欧 买 反正两个人要 要不要来拍卖啊 你给节目组省点经费 你们多少钱买的吧 2000 欧欧给多少 3000 3500 6000 真的买 真的买 真的啊 我们现场拍卖 3500 你加不加 3800 4000 4000 你加不加 5000 这样 我再买一个 我卖给你5000 你3800 买这个 等我一下 明天就到好不好 明天到 你本来住上海嘛 那我就要这一辆 你要不要5000 别疯了 现在后悔了 5500 5500 你买什么免的转钱 5500要不要 好 你这样子啊 不要 现在要转钱 现在转钱来节目组 请李玲姐上来 我们进行一个交接仪式 真的好善人 我看看 啥不啥 被找到相关 惊动多少钱我看一下 对 你们现在马上查一下 天帽店多少钱 对 不是人家偶偶说了 叫这一台啊 对啊 偶偶你是节目组的内应吧 偶偶跟节目组配合 打的配合 不得打我 你别等一方让他们那个 你为什么不会说 自己在淘宝上买 6000 6000 厉害 恭喜你 恭喜你 急到我最爱的小孟通 1200 699 多少 1200 1200 1200 不骗你们 1269 1269 他嘴巴都闭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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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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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过电视的你解释 对 就丑丑 好了 我愿意 就死 死要面子 真的 死要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小伙子 太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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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为了节目主 没事 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雷 好 你们现在应该知道 意大利人都非常喜欢吃面食 意大利面啊 披萨啊 各种各样的 可是吃多了 也吃腻了吧 对 所以现在在意大利非常流行的是什么 中国小吃 中国面食 我给你们带来一站在意大利最受欢迎的 中国小吃的排行榜 看看 有包子 如加膜 和煎饼果子 热干面 各种各样的各样 可是话说回来 意大利也有饺子 但是长得跟中国饺子不一样 对 吃法不一样 馅儿也不一样 我在意大利 让我妈妈和我姥姥点中国外卖 吃中国饺子和包子 那你们看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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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妈妈和姥姥的Ale 我们知道Ale有带来到一位称名的中国小伙伴 我们很羨慕的他 我们知道他很羨慕 很羨慕 我必须说他也很羨慕 我说他也很羨慕 我说他也很羨慕 但是他很羨慕 我们正在吃中国小伙伴 我们有点饿了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一习惯看爱情小说的了 一马很是做一个网红啊 那是中国的醋吗 啊不是 那是黑醋是不是 不是 醬油 哦好好吃 对 真的好吃 我们也希望一天去中国 我们也要去中国 是的 我们有很多愿意 我们的中国人很喜欢 这些艺术的城市 也是很狭猛 从来看看 好漂亮 是的 谢谢 可爱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 对阿蕾要提出表扬 首先让家里人拍这个视频 不仅要有家里人拍 而且他还要负责翻译的工作 我们给大家看看 他翻译得有多细致 真的很细 这个是他给我们节目组 提供的翻译文稿 几分几秒都写了 几分几秒分别说的是 什么话 做的哪些事 真的好厉害 让各位观众来感受一下 我们新代表的这个努力和真诚 你的下一步就是PPT了 给我推荐的 下一步就是PPT了 可是我有一句疑问 这里边有一句话 这里边有一句话 这有一句话 就这儿嘛 这句话刚刚看的时候我也觉得 我们知道阿蕾参加了 中国非常知名的电视节目 我们为他非常骄傲 看他的表现 觉得他很厉害 也很帅 你们让我眼红 这句话请问一下 这些是给妈妈和姥姥写的台词吗 我这也强烈表示怀疑 说你就按照这个来讲 真的有点像的 但是能感觉到 他们一家人氛围很好 就是妈妈跟姥姥都是那种 特别开朗热情 对对对 比较热情吧 然后上次我还没说完 没说完 上次你们请我吃菠萝皮萨 然后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我今天我想请会长 唱唱我们意大利奶酪馅饺子 我上次请你吃菠萝皮萨 你吃了吗 没吃 他没吃 但是这个你得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好吃 你们意大利人真不讲道理 导演 导演 来饺子 看这酒很好吃 你好好走路 你好好走路 谢谢 哇 这是托特利尼 这个其实就很上意面了 这个什么 这是意大利奶酪馅饺子 不是啦 我也想吃 阿雷 那个是什么 就番茄 这个是托特利尼 是奶酪还有火腿馅的饺子 来 孙范老师 好吃吗 这个里面有什么 可以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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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乐过来打 好吃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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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心情 现在 我发现 快乐确实是有钱买的 我刚才很快乐 现在我想一下 现在我细想一下 我是不是有点飙 可是你们两分钟 是 好吃的 做得不错 是你自己饱的吗 对吧 好好吃 是你自己饱的吗 你说这个好吃 还是菠萝披萨好吃 还是什么 菠萝披萨好吃 菠萝披萨好吃 菠萝披萨就不吃披萨了 对 自己要 这个还是我们同意的 没有好朋友 不能反对 不能反对 我加你微信吧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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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莎莎看您大人 你不要管我 这个事我不会让你那么快 快过去 没事 好 没事 那个我先讲一下就是 包装都没有 太坏了 还得自己弄回 弄回哪弄回 还好再铸北京 铸北京 铸北京 好 我真的认真讲了好不好 好 就是我在俄罗斯那个搜索引擎上搜索 就是 卖的Top10 然后Top第一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产品 就是来自中国的 不会是小米的一个滑板车吧 不是小米的滑板车 那是什么呢 你买的还是二手的 猜不到 猜不到吧 是保温杯 一个保温杯半个钱 是不是五千五 你恢复一下心情 就是在 感觉你真的心情很差 你们不说话 我心情会变好 你们如果一直提起我 我心里真的 好 俄罗斯人是从来不喝热水的 所以我在想 就是我看到Top1卖到 保温杯是第一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可能是因为中国 对俄罗斯的影响 就是觉得喝热水 可能会对胃好 就是对身体好 然后呢 我又查了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个保温杯 我们的 总统 胡金 他一直 去年是G20峰会的时候 他就带着这个保温杯 他不只是G20 他带着他去任何的场所 都一直带着这个保温杯 这个肯定不是金河的那个 因为它里面连内胆都没有 你看 因为它只是一个词 这是在淘宝上88块 但是 5500吗 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普京 普京大的同款 同款 俄罗斯人买这个 确实是用来喝茶是吗 对 他们喝其他 我很怕你 比如说看他们喝的时候 保温杯喝下去 有那个酒的反应出来 茶叶 还往里做茶叶的 所以中国现在出了进阶版的保温杯 对 我告诉你啊 就是类似于 我这个不是啊 就类似于底下放着那个茶叶 对不对 你泡一会儿之后 你可以把它倒过来 对 然后按一下 然后倒过来之后 这边也可以喝 就是可以 就不要让茶叶长期地 泡在保温杯当中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做这个进口的买卖啊 真的 你这个就能回本了 新版的保温杯卖过去 新版的保温杯 那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得卖五千五百卢 那太贵了 那太贵了 只有傻子才会买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欧阳凯 所以大家知道我今天也玩湖外嘛 然后现在在美国有一个来自中国的 非常火的一个手表品牌 它是专门的一个湖外手表品牌 就是我今天随时戴的这个湖外的手表 看一下 莎莎 一碗块钱买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表我已经有了 可以 反正它现在是为什么 那么受欢迎在西方呢 因为它是19年在美国 最受欢迎的一个 美国的户外品牌的一个 评价的网站 收到了 它是最佳手表的一个 Editers Choice的一个奖 它有这个GPS的功能和 比如说防水和这个心率啊 所有的比其他的品牌 还是比较表准一点 还有呢是 不是这样叫中国的人呢 嗯 还有一个人叫李子柒 李子柒 李子柒 最近我做的那个明连行 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就打开一个杂志 看到这一个月 哇 对 专访 对 就是这个专访 四川Fairy Tale 就是关于李子柒 而这个专访里面 他都说李子柒是一个非常红的人 他就有夸他 他在四川做很多原始的一些产品 一些生活 说到这儿 其实我们也想聊一聊 因为关于李子柒 其实前段时间也有一些讨论 有一些人就说 说李子柒拍的这个视频 他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中国乡村 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OK 中国还有北京 上海 省城 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 中国现在的科技都很发达 对吧 我们又不会想中国全部是这样 这个不可能 那这个视频的好处呢 就是说 他能给外国人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中国 一种真实的美丽的山水 一种新鲜的空气 对吧 就是给外国人一个更好的这种概念 那个视频确实是挺有魔力的 就每个人看起来都还挺舒服的 是 是的 但是刚刚就了解了一些很多的 中国的一些产品啊文化啊 在不断地输出 这两年一直特别流行一个词 就是国潮 我们也很欣喜啊 就是中国的这些潮流 中国的这些产品 中国这些文化 在近几年来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所接受 对 是的 其实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文化输出的这个同时呢 好像也有一些网友会担心说 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像李子柒 然后包括像一些玄幻小说 就担心说外国人看我们中国 是不是有刻板印象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几年是 民族自信心其实在增强 是 以前我们很担心说 我们一定要给外国人看 最好的那个中国 那现在就说你们怎么看 其实不太重要 就是我可以给你看 各种各样的方面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变得更 更自信了 因为自信 所以生动 因为生动 所以可爱